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牛还在不舒服中 对 它最近可能因为年纪也大了 所以 开始有一点迟缓 但没有关系 因为这道菜 它完全都不能吃 因为它是巧克力蛋糕 好 我今天呢 要教我们上次有做巧克力塔 对不对 记不记得 那你们有试做吗 有没有觉得很简单 就是把巧克力揉一揉 然后看你要放什么酱 然后就放进去就好了 那我今天呢 也要做一个更神奇的 是巧克力蛋糕 那我的材料有什么呢 听清楚喔 我的材料只有三种 哪三种呢 一个是巧克力200克 然后四颗蛋 四颗蛋 然后跟鲜奶油 200ml 你会发现比例就是一颗蛋50克嘛 几乎差不多抓50克 巧克力就是50克 然后鲜奶油就50ml 很简单吧 就这样就可以做蛋糕欸 你会不会觉得很生气 我也觉得很生气 好吧 做蛋糕时间要比较久 不要浪费时间 我们先来先做蛋糕 再来分享一下我为什么要做巧克力蛋糕 好 那一样巧克力呢 要隔水加热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着 其实上次呢 我就应该要这样煮了 然后呢 我实在是也找不到我的锅子 太多东西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 就这样子 你看 超方便的对不对 好 让它加热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来打蛋 全蛋 不用打吧 有没有很简单 不需要打发 蛋糕不用打发哦 好的 然后呢 我们就先打发什么东西呢 记不记得 我们上次在做咖啡的时候 有讲 硬式发泡 或是 软式发泡 对不对 就是这个湿式发泡 对不对 好 那我今天呢 要打硬一点 这样子 这个蛋糕才能成型 那我要打发一点呢 我这个鲜奶油就要硬一点 对 我们就先让它炸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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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要再打个一分钟 再一点点 看这个 抓起来 还没有硬的时候还不够 再打一下 可以了 可以抓起来 这样子就可以了 可以抓起来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你知道上去就是压力很大 因为 40分钟的昂档喔 就是 直播的 你不可以有出错 所以我跟那个主持人 而且是 这个这个 电视购物界最厉害的那个 司容姐 司容妹妹一起 然后我都压力好大喔 然后讲话不可以出错 但是我们还是把很多菜都完成了 好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好的 那我们蛋呢 蛋比较好玩 一般我们做蛋糕 蛋要不要打发 要打到硬 对不对 我们不用 我们只要把它打散就好了 所以 把它打散 就跟我们一般打蛋一样 打散就好了 那我们等一下就等我们的巧克力 好 那这个时候呢 记得我上次有假巧克力大概 融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关火 因为它其实是不太需要太多 那个热 让它要 呃 关火 让它变融化喔 不用它全融你才关掉 所以我这个等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拌一下 好 好 然后让它再等一下 我们就可以 关火了 然后做蛋糕了 好 那我为什么今天想要做 巧克力蛋糕呢 其实我觉得巧克力是一种 魔力 它有魔性 就是 你就会觉得 好像 不开心的时候 吃点甜的 心里就会 很开心 那我现在用的又是 几乎 无糖的巧克力 大概是85% 所以它不是很甜 它有点苦 那我为什么要 用苦巧克力做 因为 第一呢 是为了怕胖 第二呢 是很多 呃 人在吃生酮 或低糖的人 他会跟我说 老师我们可不可以吃 一款 他们可以吃的蛋糕 所以我就做了这个 三种成分 也没有淀粉 所以没有碳水 然后第三是 我觉得呢 这个巧克力要成型 其实就好像要交给 那个 这个烤箱一样 它给不给力 它给力呢 你就成型 它不给力呢 你可能也烤不熟 所以有没有一点像 我们什么事情 都要交托给我们的上帝 我们交托给他 然后祷告 然后就 呃 默默的等 这样就好了 所以万事交托 就像巧克力蛋糕这样 万事交托 快要融化完咯 好 这个时候啊 有没有看 剩下一点点颗粒 对不对 我们就把它关火 好 那这个下面的水啊 其实它是都还在滚的 所以 我们就不用管它 我们就是在上面 这样继续搅拌它 诶 我好像听到一个声音耶 为什么没有面粉 对啊 巧克力蛋糕怎么没有面粉 大家不是说做蛋糕的时候 一定要有面粉 而且还会问 到底我是要低筋 中筋 还是高筋面粉 不用 这里不用 为什么呢 请问你 蛋糕是叫蛋糕 还是叫 面粉糕 蛋糕嘛 对不对 那它的第一个字是什么 是蛋嘛 所以我们其实靠它长大 跟成型是 蛋 所以我们只要有蛋就够了 好的 所以我们不用面粉哦 记得哦 好 那现在已经融化完了 你看 都可以了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拿走 好 重要哦 不要这个时候一股脑尔 就放在蛋里面 那个蛋会瘦掉 所以我们把它倒在这个 鲜奶油的上面 鲜奶油的上面 慢慢倒 慢慢倒 慢慢拌 那有一点降温之后 我们再把它拌起来 拌快一点 好 好 我有一本甜点 它是都没 有一本甜点的食谱 它是都没有面粉的 它是都没有面粉的 你们如果有机会呢 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 也可以问我 然后指定我做哪一道给你们看 好 那我们大概拌一下就好了 让它降温了 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我的蛋了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 像我们一般在做全蛋蛋糕的时候 是要把它打成 就发泡 就变色 然后变灼 可是在这个里面呢 是不需要的 好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都倒进来 顺序重不重要 不重要 你想要怎么做都可以 它都不会失败 然后比例呢 也不一定要照我的 就比如说你喜欢巧克力多一点 你可以巧克力多个 20克 然后你如果喜欢蛋香多一点 那你就蛋 多个 多一颗 那如果你喜欢奶油多一点 你也可以 鲜奶油打多一点 那最重要是 如果你想要它不要那么的 那个味道那么重 你也可以加优格 那你就是鲜奶油一百 优格一百 好 那我们 让它再打一下 我很懒 所以我们用机器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人可以帮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要全然给它 就是全然给上帝 好 把它打一打就是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也不用拌了 好 好了就这样 这个还有一个做法 就是刚刚如果我们没有加蛋 只有鲜奶油跟巧克力 它可以做成冰淇淋 不过你的鲜奶油要多一点 要不然会太浓稠了 好那我们打完咯 就这样子打完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倒进去 这是一款 不太会变胖的蛋糕 但是你如果一次吃太多 当然不行 那你吃一片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觉得这一道是 姐妹啊弟兄啊 我们要开那个 小组聚会的时候 很好的一个分享甜点 那这个时候把它敲一敲 里面的空气也把它敲出来 哇小声一点 要不然你的胃口也跑掉 你看 你已经听到了 好 那你上面呢 可以做一些装饰 比如说放夏威夷豆啊 然后核桃啊 什么你想要放什么都可以 草莓啊 好都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就进烤箱 那烤箱的温度 就是200度 差不多35分钟 等会等回来喔 好啰 时间到了 我们现在呢 就把它拿出来 然后我们要来切片 一点 要不要试吃一下啊 要不要 要不要 要 好 那我们现在来试吃 你如果把它冰过啊 它会有像冰蛋糕的感觉喔 非常好吃喔 好的 把它拿起来 那如果你怕黏底啊 其实可以 把它用那个 烘焙纸 OK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蛋糕 是不是很完美 这个 就是要让我们 把 所有的不满的事情 放到这里面 然后 转换成非常完美的甜点喔 那我们今天 就到这里 然后下礼拜见啰 赶快大家试做一下 分享给我 我真的很想要 你们的一些反应 比如说 简单啊困难啊 怎么可能啊 做不到啊之类的 好了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啰 拜拜 拜拜